前往草屯镇平顶 实地踏勘这处聚落受损的路面 并在老林长的协助下 看到让邻居忧心破损不堪仲裁的水垢盖 县长徐淑华表示 都会立即改善 以免造成乡亲通行上的危险 我们如果没有在乘头看 我们就不知道说 我们的航道里面有这么多不良的道路 尤其我们看到老林长 也很关心到我们的地方 做失忆有时候都通车 如果一些我们的水膏 还是柏油路不平的时候 常常这个脚都会受伤 那孩子在这边跑跳 也都比较危险 所以说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的立场 头过到我们的唐议员 和我们的公所 那整体由我们的毛委员 这边来向县政府来建议 这次会看立委马文君 及县远唐小斌等人全程陪同 关心影响公共安全的问题 看到巷弄严重军裂 以及排水溝年久失修 实在令人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顶先到下先 都在年纪以来 都有一个部落在这里 那进出的民众非常的多 那也年久 很多的道路都年久失修 甚至有的已经掏空 甚至有的有高低差 这里这边都是很多的市团 还有一些小孩在这里走 所以很危险 县远唐小斌及当地里长民众 都十分感谢县长及县府团队的协助 解决当地多年来的困扰 提升用路环境及基础建设 让地方民众能够安心 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管长及委员 来到我们边长这边做一个会计 我相信说也很近发挥 看两百万的经费 要给他做一个经修 希望说日不过的将来 可以让我们边长立家庭 最好 最好 让我们这些村民进出 都会更安全 更便利 县府表示 会请草屯真公所协助 针对这些建设快速一并改善 让地方乡亲能更加安心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